- 上涨28点说在10967 那么这28点真的叫做标标准准得来不易啊 我请问大家 那么这几天从上个礼拜到今天为止 我知道有很多投资朋友 有很多投股老师 每天做多也错放空也错 我先给大家一个所谓的建议 基本上你今天你要反败为胜 你要有你的一个所谓的方法 那如果你听完我的建议之后 你的老师这一两天或过去这几天 每天被扒来扒去的 我奉劝大家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相来投靠 来我们快速回顾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做多 因为主力心太多 礼拜五我跟你预告放空 结果有没有往下跌了46点 好像来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很清楚跟你预告 周线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绿灯 这是为什么再怎么笨 再怎么笨的 因为所以软体 如果他知道周线绿灯 他绝对不会买在礼拜一的天花板 可是我这样子好像一杆子 打翻所有的投股老师了 因为礼拜一你知道吗 有投股老师一天时间输了三次 看都有 看到急啦 看到急啦 当然要追嘛 因为突破平台仅限追 就追完之后往下击杀 结果我们有没有在9点33分 很清楚的告诉会员 主力心太是个标标准空 就往下又跌了将近有50点 好看今天 来再给大家一个带枪投靠理由 11点19分的时候 你的Line 8 我说因为今天的我们好 我讲坦白 今天我们做了两趟的空单 一趟的多单 老师为什么都积极 不好意思啦 基本上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你不去做多的情况之下 你哪知道尾盘会有这一段的 一个谁拉起来 在这一段上下震荡盘子的时候 相信我大部分的一个谁投顾老师 人都已经没有在办公室 都已经离开现场了 可是我的做法很简单 我们今天收人家钱要办事 我们站到最后一兵一卒为荣耀而战 而这件事情我在11点19分的时候 我会不会跟大家预告 我说准备反手做多 准备反手做多 结果呢 有没有往上一拉 又拉到将近有40点 所以说不管包括上个礼拜四的放空 上个礼拜四的多 礼拜五的空 礼拜一 礼拜一乃至于到今天 我请问各位 你们最欣赏我的地方在哪里 很简单 你所要找的一个谁老师 他是要能够通过盘整盘 跟趋势盘的连续考验 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在趋势盘大赚 盘整盘一样能维持正向的报酬 很简单 主力做什么操作 还是价格在价格的观念 绝对不是看什么KD 看什么箭头 很多老师很天真 一再告诉你 你都不用规划 只要看着箭头 跟着箭头操作 对呀 跟着箭头操作 麻烦看一下今天好不好 这个往下击杀 拍谁 你的箭头在哪里 在这里吗 在这里吗 应该不是吧 你的箭头搞不好是在这里 那这个往上击杀 你的箭头会在这里吗 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跟着强调 规划重要 更重要 你要想尽办法 拥有主义心 因为藉由主力心态 今天是四月份 最后一个交易日 你每一个月都能够掌握 一千多点的夜随波动 证据我们就不用讲了 不管包括一月份的阿里巴巴 到孟晚舟事件 到农历封关 到一个所谓的IMF总裁 一道闪光 我也要跟你预告 空头就是要断头 二月份拉最高结算 红样的到三月份 三月十号外资大卖 来看我眼睛好了 三月七号放空 三月八号跳水 三月十一号反手做多 反手做多的那一天 外资一口气卖了110亿 我跟你预告 补空反手做多 结果三月十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大涨 红样来到三月二十号台北股市 有没有又拉最高做 一个水来结算 三月二十一号 持续做加码买进的动作 来到三月二十号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你知道三月二十二号是礼拜五 礼拜五之后的礼拜一 发生利率倒挂 金沟事件 导致美国指数一口气跌了四百多点 这才叫专业 因为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因为那是过去每一个交易的 我们所做的一个所谓交易上面的历程 不好意思 在美国跌四百多点的前一天 前一天我会不会跟你预告 外资在做一个所谓获利卖出的动作 为什么怎么看很简单 当你把软体打开 红色的部分叫做主力心态多 绿色的部分叫做主力心态空 当它往上跳空开高 你有没有非常明确的看到 心态是个标标准的空 这是为什么在三月二十二号 反手放空 结果一口气我们往下跌了一百九十五点 可是来到三月二十五号的时候 这天反手放空 来我再遮起来放大 我最喜欢讲这个日子 来 有哪一套软体有放过去 这一根哦 这一根哦 有哪一个软体有放过去 没有 所有软体都等到一根长黑K棒 跌破五日线跌破十线 跟你预告要崩盘 很抱歉 三月二十六号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是个飙飙准准的多 结果有没有一口气 在短短二十八天 短短十六个一个所谓交易日 又涨了六百多点 那我请问各位 把它学起来 你要了解一个投过老师的操作逻辑 我请问各位 你们都知道老子告诉我们的 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负责输 这句话你们认同吧 百分之五的人瓜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的财富 那我请问大家 百分之九十五的投顾节目在干什么 看图说故事 涨的时候买在最低的低点 跌的时候空在最高高点 我举个例子好了 昨天有投顾老师 他在节目当中 他说六一八八的广民 他们的做法很简单 反正最高高点 他已经说六十点二有放空讯号 六十点二最高的高点有放空讯号 然后呢 昨天的一个水 广民跌破五日线 跌破十日线 日线周线KD死亡交叉 广民要挂了 3017的夜随齐鸿要挂了 齐鸿更长跌破五日跌破十日跌破月线 结果呢 结果呢 他今天会讲广民 他今天会讲齐鸿吗 标标准准的看图说故事草包 那你要了解一个老师的 他的操作逻辑到底是什么 很简单 三月二十八号的那天 我跟你预告 台湾就是有人在互盘 就讲完之后 十五天大涨六百点 三二九往下击杀 我一定要给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我请问各位 我在坚持什么 周线月线同步的红灯啊 周线月线同步的红灯啊 同步红灯啊 四月三号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清明年明变盘 我说你的空单会变成归零高 结果我请问大家 四月十号还是告诉你多哦 四月十号礼拜 我还跟你预告会拉高结算 结果 有没有拉最高结算 投降数一半 不投降年明都没有 有没有拉最高做结算 所以这一千多点 每一个月一千多点 是怎么来的 很简单的啊 你借由主力心态 借由周线月线的 一个所谓关键价 为什么你要有主力心态 这没时间讲哦 四月十八号 跟你预告主力心太空 预告完之后 电视也讲一遍 结果真的发生了 一个所谓地震 直到四月十九号 告诉你台北股市 有余震台北股市 有Timberlin 有谁能这样精准的 去预测上个礼拜的行情 跟你预告台北股市 会有一个所谓Timberlin 预告完之后 我请问大家 上个礼拜台北股市 整个礼拜 有没有上上下下 来来回回 发抖的 也有所谓做震荡 那发抖震荡的 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赚 很简单 借由盘前的夜水的规划 这样又47点了 然后当心态再一次 由多转空 而且跌破955的夜水最大值 这是为什么上个礼拜往上急 我告诉我的会员 反手放空 因为主力心太空 因为他反手跌破最大值 拉起来 那就标标准准的假的 主力心太空 上个礼拜 有没有收在夜水最低的夜水低点 跟你预告周线的夜水绿灯 再配合967的夜水 对最大值 礼拜一有没有完完全全再一次的命中 有没有差一天差很多 有需要每天跟你变来变去吗 一下看好一下看坏 那叫完全看不懂的草包 还没完 做任何事情要有逻辑 绝对不是看图说故事 我说过了 如果我每天把江波图印出来 把K线印出来 把call讯事后改来改去的call讯印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有很多 有很多带箱投靠的人说 良又不起 拍谁 我们不需要一杆子打翻一艘船 很多投靠老师是事后软体才会要买进 卖出讯号 事后才会有call讯单 那你要怎么样选择正确的投靠老师呢 很简单 如果每一个投靠老师真的这么样的准 他敢跟你预告奇红 敢跟你预告望红 敢跟你预告6213的连帽的月线关键价 如果每一个投靠老师真的这么样准 他昨天跟你预告收盘小于关键价 收盘小于AC 这个行情今天还是要继续chip 有老师敢在昨天这样子跟你做预告吗 那如果你知道今天这个行情会发抖 你会买在最高高点空在最低低点吗 这是为什么你要带枪投靠 你要了解一个老师的操作逻辑 而不是每天跟你讲买最低卖最高 每天都赚你给他10万块 一年会变100亿 这种话你也相信 我奉劝你去拜拜比较实在 去讲去哦 昨天跟你预告收盘小于关键价 收盘小于AC 来麻烦大家把盘前稿打开 今天之前就是昨天 你们有使用过LINE吗 有使用过LINE吗 今天之前就是昨天 我在里面 我会有没有预告 894打了123456 打了6颗的XCC 我会预告9404日线的X关键价 等于在昨天的两点钟 你就已经知道多空的X防守价 但你知道多空的X防守价 会不会做 会不会做了 会不会做了 我问大家 打了6颗星星 有没有用 有啊 不好意思 可是我这个人很诚实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那一段我不敢做 我不敢做 因为太恐怖了 你知道吗 太恐怖了 好来来 940 940就是日线的XS关键价 上过课的你绝对都会算 从940往下杀 这样20点 20点哦 20点还没完 还没完 然后呢 在11点15分 告诉会员 会拉尾牌 11点19分 在你的XSLINE 8 跟你预告 这边要反手做多 有没有非常清楚 有没有非常明确 这样一天又60点了 那你老师每天被扒来扒去 那你还不带相投靠 那如果未来每天行情 都Triple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会被扒到变阿呆 你懂我意思吧 好 那么首先先恭喜大家 大盘的一个月线 它是个标标准的红灯 如同我昨天跟大家报告了 可是呢 问题呢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我请问各位 这个是当时在4月2号 我所给大家的 一个所在4月份的关键报告 在里面我有提到 4月份的最大值 落在11030点 还记得 结果这一波最高的高点 落在11077点 老师你不准随便 准不准随便 你定义就好了 我在4月2号 我就跟你预告 4月份的最大值 落在11030 好 那瑕疵在哪 听清楚 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你要听清楚 我知道 现在所有的头顾老师 都在跟你讲空方的 也有所谓标的 这样子也能当头顾老师 你们来当就好了 看到叠下来的时候 大家在唱衰吻茂 吻茂没被嘎到 只有跑去放空广名 你知道今天 昨天有多少头顾老师 跑去放空广名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会员都在我手上 他们要用他们非理性报仇 就今天全部被嘎空 他们不敢跟你抢 其佣也一大堆跑去放空 好 我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5月份的关键报告 世界无敌重要 4月份你先得到 夜水完整严整 看下去 先给你结论 千万不要看着说故事 KD死亡交叉 台北股市 妙反转回档吗 来 这边我先打叉叉 这是我电脑 不能插 打叉叉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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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回档 我也跟你讲 老师可是日KD死亡交叉 朱诺KD死亡交叉 你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因为11030初步目标之后 还有个更恐怖的点 那更恐怖的点 你要怎么去破坏它 破解它 很简单 反转价位 向上反转价位 箱底 你都全部需要知道 你就全部需要知道 大家同意 这份关键报告 我讲坦白的 跟4月份比 4月份比较难写 4月份要预测 这11030 非常非常有点小难度 可是5月份很简单 很简单 那我这给 所有的学员做个提示 目标区的 一个所谓满足点 看OTC指数 好像这嘴型很夸张 看OTC指数 现在跟你讲空的 马上你把它名字写起来 写起来 真的写起来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点一定过 不要说我们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一个点一定过 好 来同样股票也是一模一样 股票的一个所谓操作 很简单 你要想尽办法在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就好像你真的找不到一个老师 从12月28号 跟你推荐了5G 跟你这个PA 跟你这个散热模组 一个股票讲四个多月时间 你以为赚一倍这么样的硬水轻松吗 甚至包括两位 甚至包括4953的微软 我请问大家 这一些股票 我会不会讲两个月 我会不会讲三个月 那问题为什么 你要选择我谢文恩呢 除了吃到龙虾 吃到鱼饰比 跟其他投入老师比 我们的几率大多之外 更重要 你要找到一个老师 做任何事情 能连续性的追踪啊 不要望虹叠的时候 没望虹 望虹创新高的时候 又有望虹 就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望虹的月线困价在哪里 我这样讲没错吧 那望虹的月线困价 我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跟你报告 你麻烦把昨天的重播带 麻烦把前天的重播带 掉出来看 我有没有跟你遇到 望虹的月关键价 做任何事情 要有逻辑 你懂我的意思吧 两位你看他 3月10号还在买 光一档两位就一倍多了 那学什么 学主力心态 广民就不用讲了啦 两档总共1.2倍 然后6213的月线困价 也都是一模一样 当你下载我们软体 拥有主力心态 一档股票你能操作非常久 不要跟我对坐 昨天既然有人跑去放空连帽 今天还有人在空连帽 为什么要放连帽 你们难道没看财报吗 3105的稳貌 它的季报有很大的一个所谓改善空间 麻烦看一下连帽 它的YOY QOQ成长多少 老师我看不懂财报 财报是落后指标 我帮你按个赞 看不懂财报 你好歹要看一下主力心态好不好 哪有人在放空主力心态多的夜随标的连帽也是高达将近有1.2倍 洪耀2337的夜随旺宏乃至于齐鸿的夜随往下的夜随击杀 先4万2千块 甚至一档隐藏版的概念股 3260的微钢 空啊 李先生 你齐鸿可以买几张 王小姐 你微钢可以买几张 这些都是名门正派的夜随股票 还没讲完 还没讲完 学什么 学直到月线从红灯转为绿灯 那我请问大家 39.85 3017齐鸿 我们要讲多久 上个礼拜 我就跟你预告 齐鸿的月线关键价落在39.85 那你知道一个礼拜过去 你只操作一档齐鸿 你100万可以赚10万 你10万可以赚1万 我们有没有做到 马上看下去 月线关键价 月线关键价 有没有看到 月线关键价 所以说利用击杀 买进 利用击杀到月线关键价 39.85 有没有看到 39.85 那是因为我们有预测 有预测 有动作 结果呢 39.85 再来一遍 到今天42.8 两档的操作 加起来刚好又一支涨停板 一档齐鸿 已经高达六支涨停板 放空啊 放空啊 月线绿灯的就不用提了 时间比较不够 我讲快点 双红卖掉也不用提了 3535精彩科放空 也是一支跌停板 老师啊 为什么可以做多起红 做多操纵 操纵没有啦 不好意思 这是口误 没有做就没有做 做多起红 做多围钢 做多连帽 做多广迷 那为什么要放空精彩科 听住 听住 现在 这句话叫做废话 来 我今天在非凡的节目当中 我讲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们来打赌 到最后 你们会全部 拿香 对白 五月份 台股会量缩 五月份 台股会量缩 台北股市会量缩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主力做手 量缩嘛 量缩 量缩懂 你是主力做手 你会买月线红灯 主力心态空的 还是月线绿灯 主力心态空的 这样是买月线红灯 而且主力心态多的 一个所谓标的 月线绿灯 主力心态空的标的 就像我所跟大家预告的 稳貌乃至于建策 反弹到月线观价 你要站在一个所谓卖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有没有看到 我的一个所谓的 上一个月的关键报告 没关系 我先给大家看 第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月线红灯 我问大家 广民已经1.2倍了 已经1.2倍了 1.2倍 我们从这边一路坐上来 坐上来放掉 然后这边再买回来 38.6 38.6还在买 你记得 这样用6支涨级板 从38.6一路涨上来 又涨里面 好 我请问大家 广民有没有涨很多 老师 涨5倍了 好不好 那你知道 机器人 它是未来的 一个所谓主流 那你知道吗 广民 我们在12月份的 1月份关键报告 没有放 2月份关键报告 我没有跟你放 那我请问大家 你在看一件事情 昨天我有会员 他问我说 小时 我们广民还有赚 还赚得还不错 那现在报价 报价在51块钱 38.6买的嘛 38.6买 要买回来 现在51块钱 小时一路卖掉啦 每一个头顾老师 都在节目当中 讲广民不好 本益比很高 做股票 它是看一个产业的 一个所谓愿景 看一个产业的 一个所谓愿景 机器人 它的愿景 是比5G 是比5G还强 非常非常多 做股票 是要看产业的 一个所谓愿景 再来一遍 任天堂 为什么可以发光发热 因为很简单 任天堂以前 是在中国大陆 没有在销售的 中国大陆 不允许谷歌 不允许任天堂 以前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买任天堂回去玩啦 回去玩啦 你不会被抓去枪壁 也不会被抓去关 可是问题 它没有这个市场嘛 那现在开放啦 那是不一样的逻辑喔 结果呢 我记得 昨天我跟陈先生对话 我说 今天啦 就要收月线了 再等一天看看 因为我们38.6买回来的 38.6 6支涨停板也赚到 再6支涨停板 我说再等一天看看好了 他说为什么要等 我说你软体坏掉了吗 对下来看 客人都很可爱 我说主力在做外放空 主力在做外放空 就跟这一天一样啊 我证据在哪里啦 我真的好想找到广民的证据 来来来 这才叫证据啦 那不是一般投顾老师 我跟你讲啦 那不是一般投顾老师拿得出来 广民在哪里 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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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这边 这边 不是那边 所以说你软体 如果没有主力心态 很危险 非常非常危险 好 我开始讲结论 开讲结论 开讲结论 所以说广民不用讲了嘛 主力心态多 而且月线红灯 月线红灯 好 听清楚 可是我知道你们不太care 我们来care第二件事情 既微软 联帽 广民 喷出之后 谁将跌放 我在里面找到一档 它的题材蛮有趣的 它真的蛮有趣的 它是结合环保 还有工业4.0 而且目前的本益比 本益比 本益比 我还是老坏句 本益比只适用在有赚钱的 也有所谓公司 老师问我们赚不多 好了 本益比 使用原来有赚钱 而且你可以看到 它营收乃至于毛利率 QOQ成长的公司 这家公司 目前本益比7倍 如果涨到15倍的话 刚好1倍 这个你们不在乎 你们最在乎的 被动元件 矽金元 借券张数怎么高 怎么样自救 这次的关键报告 里面的内容 琳琳满目 非常非常丰富 我列很多股票的月观念价 拿到之后 你不会使用的 广告中的一个所谓电话 把它拨通 我们只开放50个名额 让大家索取 尤其我在一边 这个指数 你不要看多说故事 它还会在上 不要说我没跟你预告 今天要成功 你一定要与众不同 光一句话就够 大家全部在看空 就是会在创新高 就是这么样简单 最后50人民 感谢黄显 播通电话家座 关键报告所取 麻烦把过去几天从不再调出来看 因为我的节目 我说过 我是给你操作上面逻辑 我会很清楚给你预告 我说旺宏的一个所谓月观价 落在22.9 麻烦看一下今天旺宏收多少钱好不好 所以从莲茂 望红 奇红 威刚 乃至618班的广民 他们的月线都是个标标准准的红单 所以恭喜会员 那同样的回答大家最复杂的问题 老师啊被动元件细节怎么办 来看我 这个是4月份的夜水关键报告 你们都有索取 对不对 我在里面我没有提到 我说6488环球金一家烤肉一家乡 拍谁 看到环球金上涨 你跑去追加金的 到现在你真的会流眼泪 那我请问大家 环球金的352块钱的箱顶 有没有完完全全命中 有 老师啊 有比这高 你去追嘛 人家的夜水箱顶在352块钱 你要追我也没办法 红样的2492的华星科 他的夜水关键支撑落在189 好 292华星科 你知道189什么时候来吗 什么时候来 今天才来 4月份没有任何一天 因为他是月线红灯 他先往上拉 他先往上拉 有看到月线红灯 先往上拉 先往上拉 所以说被动元件细经元 他的夜水多空防守架 箱形的夜水操作区间 我都完全帮你给准备好了 关键报告 什么和声堂 什么2478大一 2456起立心 3016加金 这些你要知道 老师我不要面对 你就操作很简单 你把月线绿灯股票丢掉 你去买一档618广名 你光这一个月4月份 你可以赚1.2倍 这样听不懂 换股换股换股 不会换股的 我们关键报告 有告诉你标股在哪里 怎么样坏 只开放50个名额 记得记得 只有50名 改列往前拨通 电话键就玩完整整的索取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硬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订阅